美国运输部9月27日表示 已提前批准在50个州 华盛顿特区和波德里各自治邦 建造电动汽车充电站的计划 该计划覆盖约75000英里的高速公路 美国交通部表示 各州现在可以支配超过15亿美元的资金 帮助建造电动汽车充电器 美国交通部对该项目提出具体要求 一是各州应该资助华盛顿特区的 快速充电器安装工程 二是车站应至少有4个 能够同时为4辆电动汽车充电的端口 并在州际高速公路上 每50英里安装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位置必须临近高速公路1英里以内 执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与NASA的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DART任务的航天器 于美东时间9月26日晚 成功撞击了一颗名为迪莫佛斯的小行星 这项人类首次耗资3.25亿美元的任务 旨在确认轻推小行星是否能够改变其轨道 并为科学家提供宝贵的有关小行星防御技术的真实世界测试 DART于去年11月发射成功 并花10个月的时间飞往目标小行星 当天晚上 它一每小时14000英里的速度撞击了小行星 当航天器接近这颗小行星时 DART上的一台摄像机捕捉到了这颗小行星 变得越来越大的实景视图 在撞击前的几分钟里 航天器传回了这颗小行星表面的细节信息 当DART的信号消失时 参与任务的工程师爆发了欢呼声 因为这表明航天器在发出最后一张照片后 击中了目标 NASA可能需要长达数周的时间 才能确认这颗小行星的轨道是否发生变化 其目标是将这颗小行星12小时的轨道缩短几分钟 据福克斯新闻9月27日的报道 美国基督局在康涅狄格州查获了1.5万颗伪装成糖果的芬太尼 并在距离万圣节临近时特别提醒家长们 这些毒品使用的是孩子们最喜欢的糖果包装 藏在Skittles和NERS彩虹糖的包装里 儿童有可能被当成这种营销的对象 也可能出现误符 美国基督局前特别行动主管德里克·马尔茨指出 家长们一定要了解目前全美范围内的芬太尼危机 了解到这些药丸可能以各种包装形式出现 而且一粒就有可能致命 马尔茨鼓励家长们从基督局和其他非盈利组织那里 寻找教育材料 了解在万圣节临近时应该注意什么 建议家长打开任何可疑的糖果包装 如果发现毒品应通知警方 他还补充说 学校需要参与抗击危机 呼吁拜登政府尽快采取行动 加州政府采取新保险政策 改善加州健保补助计划Medicaid 但因要求医疗计划重新进行合约竞标 合约将被修改 需要保险公司提供新福利 并满足更严格的护理基准 过程中将影响近200万加州居民 可能需要转换健保计划 据8月下旬公布的初步招标结果 包括HealthNet及Blue Shield of California 在内的4家管理式医疗保险公司 将有超过一年时间 失去Medical合约 若结果成立 部分在奥派 Eldorado县 洛杉矶 圣地雅各 沙加缅度 肯恩县等地被保人 将不得不改变健保计划与看诊医生 加州卫生保健服务部门主任巴斯表示 在过渡时期 会员医疗网络与持续性将是最优先 有专门团队将在转换过渡与连续性保险内容 与健保计划合作州府卫生部门希望新合约覆盖范围 可自2024年1月1日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